你看这样行吗 我赶紧回苏中 我把饭店给盘了 多筹些钱 你带着钱去自首 钱还在 那你到苏中好不好 给我那二十几万 是从哪儿来的 明火 董事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拆钱的补偿款到账了 明天一走呢 我安排财务 直接打到你的卡上 真的假的 就是说嘛 你刚抢了钱 就差一天 差一千补偿款就到了 对啊 就差一天 这就是命啊 老天爷就这么周闹我都 请不吝点赞 你还请不吝点赞 你还喜欢 你送我 你送我 想 Pedro 我跟你拒绝了 你你要找我 但是你 马东升 你钱不是在这儿吗 你就拿这些钱 你去自首啊 就拿这些钱去嘛 我怎么 我怎么自首 自首就能放过我吗 不关我啊 我女儿怎么办 我自首她们放过我 我跟你说过了啊 我女儿病没好意 我不会自首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吧 从现在开始啊 别乱说话 管好你的嘴 你 这儿有鱼上钩吗 有是有啊 可得有耐心呀 就是啊 这钓鱼啊 就是魔性子的活 可有些事情就不能等太久了 你姐夫给我打电话了 你要的东西我带过来了 我没跟他要什么东西啊 你回去以后好好看看 然后给烧了 具体怎么做 你姐夫会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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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谁啊 季华 好 来 来 进来 小枫 你怎么自己动手啊 我姐呢 姐 厉害了 去香港了 东西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 不是 这老谭搞什么呀 一个快递就能解决的事 非得搞得跟电站片似的 你们俩见面没人定手吧 没有 谁一大早去郊外呀 行 过来 哎 来 你来 呀 你来 好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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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来 我来 等了 您会儿我看看这件 姐夫 我又不是清茶 我看这个干吗呀 找个人去投案自首 什么 投案自首 对 找个你认为信得过 就贴信得兄弟 但是呢 身材 体貌 必须和照片这个人相似 然后去公安局投案自首 不是 姐夫 我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啊 你能不能聪明一点 说白了我就是让这个人去顶雷 明白吗 只要把这个案子结了就好了 好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姐夫 要结了案 其他的事都好吧 什么内明信哪 那都是合作剧 好主意 好主意 姐夫 好主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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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看看吧 好 我看看 谢谢 好主意 因为这里 好主意 皮肩 北火 里面 你 快 进 阿贝兄弟 大哥这么等着你喝酒 什么事啊大哥 还非得让我回来 我正盯着米利呢 喝酒重要 一个样不公登了 来来来 我最近满面上 来 走一个 这酒怎么样 够味 阿丽啊 你说你跟大哥这么多年了 大哥带你怎么样啊 大哥带我安重如山啊 你少跟我来那套啊 喝了这杯酒 你帮大哥办件事 什么事大哥 您尽管吩咐 再来一杯 我让你去公安局 投案自首 什么 我让你去投案自首 你怎么那么笨的 我就是让你去顶个雷 免得警方纠缠不休 再就要说大麻烦了 再说 你看你 身材样貌 跟那蒙面人差不多 你又知道我钱放在哪儿 你有赚时间 你不去谁去啊 老弟 你是最适合的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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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声不就 名声 你有名声吗 你以为你是大明星吗 大哥 我要是自首了 那不等于就进去了吗 兄弟 兄弟 顶多两三年的事 大哥我保证 每年在你卡上打上 三十万 怎么那么没规矩啊 每回都不敲门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快快快快的换吧 把门带上 把门带上 你看 就这么没素质 是 兄弟 别害怕 我告诉你 警察审你的时候 有真又有假 你别相信 你就相信卷宗里写的东西 其他的 一概那样 清楚了吗 清楚了 来 干 来 我晚上住小刚的啊 难得你做一回好复兴啊 没事跟他说 我也请教了 你不用请啊 有我在就行了 你人在 但是你心不在 怎么不在呀 这不是工作也一觉出去了 还不行啊 反正啊 我就当小刚 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不指望你了 你看你这叫什么坏 这 我那天说话不好听 那不是心情不好吗 对不对 走了 大卫两万你领了吗 没有 我就知道了 马上 再一遍 重新回到这个家 面对的却是异常的沉重 悔恨 内疚 痛苦 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异议了 要紧的是尽力为男人分担一点 为女儿做点什么 哪怕是包上一顿饺子 男人坦白的那个瞬间 女人几近崩溃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联系过这个男人 心疼过这个男人 也从来没有想过 她那副宽厚的肩膀上 所承受的压力 那是山一样的压力 人 谁是不能进 我之前都是开车进你的 现在有新的规定 不让进 我交停车费行不行 交停车费也不行 上面有规定 好好好 行 你进去你给拿着我 我找进去停车 那我先进去啊 好 电影叫你 电影叫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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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叫你电影叫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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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叫你电影叫你电影叫你电影 妈 你看 妈的背不好睡了 不是说让你回家睡觉 妈的困 打开它 什么呀 饺子 这什么馅的 你猜猜 你多爱吃的馅 芹菜猪肉 来 好吃吗 好吃 买买包的就是不一样 妈不吃 你吃 妈 爸 你怎么也来了 有拉带就够了 不是说刘院长不说今天换新药吗 我就过来看看这什么情况啊 你们两个人都在 弄得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这啥意思 这 行 一会儿 我一会儿出去 我上院里去 我今天我每次我来 等我那车进来就 都一下子就进来了 今天不让 我这拉着你妈 那老师说不行 那规矩改了 交钱都不行我就停外面了 找我上外面看 你别让人家贴发单了 好 那 那个 你 你也去问问那个大夫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小景这孩子特别敏感啊 你跟他别说别的 我知道 我不会说的 行 行一会儿回去你睡一会儿吧 不能这么熬 我哪儿睡得着啊 你甭管我呢 你赶紧去吧啊 老师 老师 您这 您这啥呀 不是 小刚做化疗吗 我今晚上在这儿陪着他 那 那我抽时间 我过去 过去看看 老马 要我说呀 你去还真瞎掰 不行你让马俊过去当得了 比咱俩都管用 行 行 我跟马俊说一下 让马俊过去吧 好 谢谢啊 来 来 老岳 我 我用几个诗 想跟你说一下 好 来来来 来来 这么说那个黄浩丽 大爷的 姐夫啊 这可您放心 我都跟她讲清楚了 让她好好看彩的 全都背下来了 但是您想过没有 她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不认为她的 你老是多年的兄弟 你平时待她不报 她为什么安疆抽包 就这个简单 就说她欠了毒债 要不高低贷 不行 警方是要对质的 对质 是 要不就说他想结婚 也不行 结婚才有那么迫切 姐夫 那你说怎么办 等我自己想办法 将清楚地告诉我 我是今天上午 我给那个金星点到航空 就送水 我就看着这个李斌呢 就跟他的手下在这儿说话 哪个手下 就是他那个手下 就身高跟我差不多 然后三十多岁叫阿丽呢 听你说什么呀 没 没 没听见 但是我听见那 那阿丽呢在哭 哭 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你这么大一个男人 你在老板面前你抹眼泪 是不是就 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很奇怪啊 来 老板坐坐坐 好 姐夫 姐夫 我 我就在这儿瞎琢磨啊 我说是不是 跟那个抢奸案有关系啊 你是说这个李斌 怀疑华丽啊 他不准是个事 包括上回那个李斌 当着那个米粒那么凶 上去一个大 大耳光 你知道 太奇怪了 你给他开了什么价钱 每年存三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 这要判个十年八年的 可就是三百万 你未来的三十七万 打进去三百万 这买卖做的 好 真好 姐夫 要不我再找他谈谈 行了 别讨价还价了 就当西氏宁人吧 对对对 西氏宁人 西氏宁人好 那我什么时候让他去 官局投案自首呢 本本呢 我得想再等几天 免得让人觉得不可心 这个案子 刚从绿少手里接过来 这么快就靠破了 一些人一定会猜测 可现在 我都是觉得 这种疼心是多余的了 本来这个案子也不是 公安侦破的 凡日宁人是迫于警方的压力 和强大的打击震慑力 主动投案自首的 那既然是主动投案自首 当然越快越好了 我明白老头 我下午就让他去公安局 这下 可完了 我这事还没完呢 就李冰啊 他就是在秦和这老百姓当中 他都知道他什么样人 家里有钱 他不至于说为了这几十万 然后兴生动中 没完没了的 我在想这里面 是不是他有什么企图啊 什么的啊 那你觉得李冰有什么企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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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但是我反正过去这案子 不是你负责吗 我就想跟你说 你 你放不下这个案子吗 现在跟我没关系这事 你早就放下了 那你 你是那么一说 其实你心里面还是 惦记这案子 行了 老妈 你也没少帮忙 我 我就是看到什么 我说什么 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有用 有用 有大用 那就 那就好 喂 师傅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呢 我到楼下了 谢谢老爸 行 李冰一伙玩的什么花招 马东升也是识破不了 但肯定 与那只带锁的黑皮本有关 那把锁他撬开了 但揭露真相 还只能依靠警方的力量 他无法容忍坏人 逃脱法律的制裁 必须将其扳倒 这不是复仇 这是正义 可是 现在的自己 属于坏人吗 师傅 您看 这儿说 师傅 您看 这还扮上了这个 那儿子鬼鬼祟祟 还终不认识 刚好得跟间谍铁头是次弹 这也配叫间谍 这顶多也就是叛徒 您看 雷儿敌过几句 李冰都走了 走之前还把谭吉平 故意翻在现场的手袋拿走了 李冰上哪儿了 是不是上在姐那儿去了 师傅就是师傅 您看 行 就冲这鬼鬼祟祟的劲 说明咱这方向没错 来 马师傅 小刚妈妈 马锦怎么样了 挺好的 他那个那个反应劲都过去了 好 小刚呢 怎么样 小刚啊 刚睡着 真是 老余在你这儿呢 是吧 没 没在 没在 我们刚才下边聊了几句 后来他接个电话 然后急从从就走了 走了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怎么样 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你说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孩子第一次做话聊 他看到不看一眼 他就这么走了 我真是受够了我 妈 小刚妈妈你 你别别 你别怪她 你别怪她 她身不由我几个呢 因为她是警察呀 她是全市的社会治安 然后打击犯罪 她确实这工作真挺难做呢 孩子在家孩子得病 你说她心里不难受吗 难受 但是可能她不说 因为我记得上次 那孩子们开家长会啊 我第一次见她 你看那时候那头发 但你现在再一看 她头发都都白了不少 所以这个警察这职业 确实真不容易 多理解 理解 是吧 感谢你还能替她着想 我其实不是真的怪她 我就是觉得孩子 多得这么重的病 我想让她看儿子身上 多花点心思 我怕我儿子救不过她 小刚妈 别 别 你别 别哭 你别哭 你要相信你在医院 多好的医院呢 小刚一定会好的 像包括小姐 都会好的 她们都会好的 对 一定会好的 都会好的 希望啊 会 会的 行 你快回去 看着小刚 那我回去 好 真好 妈 妈 你在苏州过得好吗 嗨 这些年 在苏州 主要是因为你不在妈身边 所以 妈 你这次出来 那个人没有怪你吧 你不用去管她 我想好了 明年考一个 离你近一点的大学 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到时候啊 妈妈就在你们大学附近 租一套房子 天天给你做饭吃 不用 我周六周天 过去看你就行 就是 那个时候见不着我爸 别动了 别动别动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车到地上了 没事 没事 你你抖着手 你抖着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啊 睡睡平安 小锦 妈出去透透气一去吧 爸 爸 你没跟我妈说什么吧 你妈是不是想起过去什么事难过了 没事 妈也是命苦啊 我自己给你带来 我认识你 我打来 你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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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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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娟女士 这是您 怎么了您这是 余队 叫老余 叫老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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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孩子生病这么糟醉 我心里头难受 理解理解理解 快别难受了您坐坐坐 这心情啊可以理解 但你看孩子们都挺坚强的 对不对 咱们大人得挺住 是吧 这不是劝您 我这也一脑袋关子 这都会过去的 余队 这孩子看病了 你帮了那么大的忙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话可不是这么说 要说谢谢您 好 这还谢我呢 谢我什么呀 说起来呀 这俩孩子也算是有缘 你说我那儿子吧 这不是因为马锦募捐这事 我把他给冤枉了 跟我赌气 离家出走 跑苏州去了 整卡就去的您那饭馆 这还让老马给领回来了 您说这不是缘分吗 小刚是个好孩子 这老马呀也是 对小刚真是一百亿 比我都着急 别的不说 把您给马锦那医药费 都垫给小刚吗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个 其实 那些钱它也不全是我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这个老马跟我念叨过两句 可是 其实我 黄军 可是我 老爷 那什么 那个你上去看一下那个小锦募 我得给送水去呢 那 于队 那我先上去了 好嘞 您忙去忙去忙 好嘞 我这儿啊 来医院 看见 她在这儿难受 我就跟她聊个会儿 其实你太太这人啊 还真挺好的 她人是不错 要叫我说 这两口子这么多年 孩子这么大 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真就能不能 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行 复婚呢 不太可能了 她那边都已经成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冯冠怎么说 孩子是你们俩的 对 对 马姐是我们俩的 一鹤 你看 这个媳妇又来电话了 行 赶紧再聊 你忙 你忙 你看这样行吗 我赶紧回苏州了 我把饭店给盘了 多筹些钱 你带着钱去自首 这样最能清一些 这个我知道 你刚又跑哪儿去了 我把那钱领回来啊 钱呢 我 行 一会儿交医院去 交完钱啊 你就回去歇会儿去吧 晚上我在这儿盯着 是 我跟你说啊 这才刚开始呢 你得跟宋局去说一声 给咱们家派个人手来 不然咱俩真顾不过来 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也白说 什么事啊 怎么啦 你跟宋船船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是怕你冲动啊 我是怕你冲动啊 咱俩谁冲动 是你冲动还是我冲动 我该跟你说的 不该跟你说的都说了 怎么做啊 自己看着办啊 好 交钱去了 带着别走啊 那我就在这儿 黄婷 小月 小月您来了啊 今天老宋啊 有个重要的会 来不了了 他让我代表局里啊 来看看小刚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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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化疗还顺利吧 顺利 顺利 挺顺利的 孩子睡着了 我就不进去了 黄婷 你把这个东西拿进去 谢谢谭局 大老爷跑一趟 谢谢啊 大老爷跑一趟 谢谢啊 瞅这心情不错呀 老爷 今天我来啊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猜一猜嘛 四一一那案子有进展了 还真让你猜到了 这么快 跟你这么说吧 四一一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水落石出了 结了 还结了 其实啊 我也是捡了个便宜 这个案犯呀 这案子啊 过于少黑除恶的情势 也过于咱们警察的震慑 自己主动投案子手吧 谁啊 黄阿丽 黄阿丽 我是今天上午啊 我给那个金星星典当行 我就送水 我就看着这个李冰啊 就跟他的手下在那儿说话 哪个手下 就是他那个手下 就身高跟我差不多 然后三十多岁就阿丽呢 就是那个金星典当行的内部员工 就是那个金星典当行的内部员工 怎么了 老陆 不敢相信啊 真不敢相信 谁刚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我叫黄阿丽 你今年多大 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生人 这您刚才不都问过了吗 黄阿丽 不要废话 怎么问你就怎么回答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说说吧 你的作案经过 我在金星典当行做事 熟悉那里的情况 我原以为老板刚出来 店里乱糟糟的 所以就想带点钱 远走高飞 自慕生路 李冰服刑的时候你还在店里 怎么现在他出来了 你反而动起这个念头了呢 说的是 我是觉得 已经看不到这家典当行的希望了 心灰意冷 正巧看见他保险柜里 有大量的现金 所以就啊 就怎么了 你接着说呀 抢劫的经过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是模仿外国电影上的做法 弄了把假枪 假炸药 又从锦商院小区偷了辆摩托车 那摩托车呢 我扔了 扔了 扔哪儿了 扔到南尔环边上 一个破车邦里 你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我对不起我大哥 谁是你大伯 就是黎明啊 我做错了 我真的错了 想想心里还是不安 我是有良心的 所以 就是我得手了 我也不安 抢来的钱 我也没赶货 只花了点零头 其他的 都原分不同 你一共抢劫了多少钱 三十七万多 三十七万多 多多少 记不清了 钱我今天已经带来了 交给你们了 三十七万成 不信你们点点 我真的没敢话 黄李 你刚才是说 用电话线和交代 把屋里边两个人控制起来了 对吧 对 事前我都准备好了 也是跟电影上学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走了 这么快就得手了 就没说两句客气了 你这是笑话了吧 这个杨青怎么能这么笨 这女的说犯罪的嫌疑员 最后说得一句英语 三举复佑上面的一句 不能感谢别人配合 刚才这句 能不能不记住 需要一件 啊 啊 啊